好 那個各位呢 你稍微練習一下之後 如果假設你想要把這個保存下來 那你要自己按一下喔 因為呢 這個3D社會主義服務呢 跟一般我們用的Google的服務不一樣 Google的服務 比如說你用Google文件啊 簡報啊 它是會自動存檔 但是這個不會 要按哪裡 按上面這裡 你看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儲存 磁碟片 這樣了解了嗎 如果說你想要把它儲存下來的話 要麻煩你在這裡按一下 當你按下去了之後 消失了 就存好了 有沒有消失了 這樣就儲存好了 這樣了解 那這個部分是只有你自己儲存起來 它才會做 所以它沒有說什麼自動存檔的這個部分 這要留意一下 第二個 如果你要看你的檔案在哪裡 怎麼辦 就從你的這個名稱 有沒有 使用者名稱這邊按下去 好 按下去之後呢 有沒有叫my file 我的檔案 你就可以看到它 這樣有沒有看到了 好 所以你下次要編輯它 你就從這邊打開就好了 好 就從這邊打開 它預設儲存的時候 都是用你的什麼 電腦的日期跟時間 所以你會發現有沒有 我們現在9月16日 它就是用這個名稱 好 這個名稱 那如果這個檔案你確定要捨棄 你可以來這邊 它有一個叫封存 就是上面這一個 好 你把它按下封存之後 然後還要進到裡面才可以刪掉 好 才可以刪掉 在這邊 你看我把它按一下 封存 有 這樣就沒有了 好 那你要去哪裡找到它 在右手邊這裡 有一個叫folder arch 就是這一個 你可以把它看作就是你的垃圾桶 你就可以從這邊去找到你以前封存起來的 那真的不要的 就從這個地方把它刪除 有沒有 這是restore 有一個刪除的是在 應該是這裡吧 我看一下 這是restore 我記得有一個清掉的 就是你可以從這邊稍微再看一下 這樣瞭解 這個是你可以 好 在這裡 右上角這裡有一個清除 你就可以把它清掉 好 那如果呢 你現在做一做的 不要了 你要看一個新檔案 新的專案要怎麼辦 因為我現在按下隱約的 它還是回到剛剛這邊來 你要把它清掉 就請你從這邊 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開 開檔案的 就是在這裡 你可以從這邊按一下 你來這邊選擇 是要把現在這個複製一份 還是要開一個新的 這樣瞭解了嗎 這個地方是跟可能 你平常在用的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如果我要做一個新的 按一下 是不是又回來了 好 按一下 OK 這樣又是一條好漢可以嗎 好 所以你要存檔 跟把它封存刪除 還有開新檔案的方式 要稍微熟悉一下 這跟其他的使用經驗比較不同 所以說 對 感谢观看